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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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有留意PCM的新聞的話 都應該知道華社Computers 出了一部非常特別的Notebook 就是它了 Sandbook Pro 15 它有趣的 它在Touchpad的位置設有一個屏幕 就叫Screenpad 不如我們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它這裡有數字鍵功能 因為鍵盤的尺寸 所以就不可以在鍵盤上 裝一個實體的Numbpad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打數字 不過我就建議用個 食字打,因為如果你好像 那些真實的鍵盤這樣打 放了幾隻手指下去 可能有時候會按錯鍵 按錯鍵 正如你用電話一樣 在電話裡打字的時候 都是要看鏡盤的 所以在這裡按個Numbpad的時候 都是建議大家看鏡盤這樣打 這樣就沒有那麼容易打錯了 不過都是方便過 在這個打橫的鍵盤上打數字 我覺得 第二個功能就是這個 計數機 有時候你做事的時候 可能你不想動到主屏幕 不想計數機去主屏幕彈出來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 副屏幕那裡計數 就要看鏡盤的數 第三個功能就是 行自力 這個就會跟你的Windows的帳戶 去同步你的活動 第四個就是這個 音樂播放器功能 它就會播放你電腦的 裡面的歌曲 在播歌選歌的時候 也不會妨礙到你主屏幕 不會彈出任何畫面 會更加方便 如果你有Spotify的 Premium Account 也可以用這個 就像剛才一樣 在這個副屏幕上 控制你想選哪首歌來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有個 整間屋的按鈕 就是Launcher的功能 就會看到有所有的Apps 在這裡 針對這個Office的Apps 都有些特別功能 例如你可以做粗些字體 整條橫線 加大 縮小 縮小 它也可以輸入鹹素 譬如Sum Average 都可以 當你的Chrome Browser 開一條YouTube影片的時候 它下面就會使用你的功能彈出來 譬如你可以調教 你想去哪個位置播放 然後你可以調教大小聲 暫停 播放 出字幕也可以 亦都可以調教全屏幕 和縮小 我覺得它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 你不想 你用這些操作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 全屏幕的畫面 譬如有一條Timelapse 但在這裡控制的時候 就不會影響上面 屏幕任何的畫面 按F6 就會轉不同模式 譬如這個Extension Display 就會把下面屏幕延伸 可以在主屏幕拉上 視窗 就這樣 如果你想辦公 你可以在上面做正經營 然後在下面 遮掩這個位置 就可以假裝公 看片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Screen Pack 都挺方便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部Notebook的規格 和跑分成績的話 記得留意我的開箱文 拜拜